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2年2月21日 星期一旁晚时间 今节有我许刘山 请大家赞我们这段视频 留下点 最重要是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静向报》《沙冷气》三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今节回来 大家看到标题 也知道要讲讲《立法会政坛新贵》 真的不用问阿贵了 就是工联会的四方果 说明叫新贵 也是堂堂的立法会议员 这么专贵的身份 说的都希望要小心点 或者要自重一下 而且你也是常常挂在口边 又说什么爱国者治港 爱国爱国爱国 挂着国家的招牌在身上的话 我觉得应该真的要谨言慎行 对于如果有些市民或者网民向你批评的话 不要反省不得之外 还将人叫做网军 网军前 网军后 都不好自己检讨一下 原来到今时今日 他还是用网军的心态来看人的 而最近期他也拍了一段片 说关于NOW新闻他们的Facebook的专页 其实我都很少去NOW新闻的Facebook看的 他所说原来一个是养黄人的社交平台 让他们在那里派生气 或者让他们留言说一些不太好听的说话 内容是什么呢 据他所说看到有一个帖就是关于中央派出了一些内地的专家 还是支援等等 对于香港防疫抗疫里面的支援和帮助 这方面香港市民都很感谢 其实他看不过眼 觉得很多皇友竟然去那里派生气 还有什么派哈哈 又说什么写些东西又不是那么好听 那这里是一件事先 原来他对于之前所谓的批评他的人就是网军 不如那些网军要怎么做呢 不如大家听一听他怎么说 这里有两点的意见 一个是给之前攻击我的网军 一个是给李氏家族 首先说给之前攻击我的网军 第一 网军是搞的 应该要到NOW的Facebook和皇媒斗争一下 在撤文里洗版式留言 然后洗版式留言 按很多的赞去抗衡 既然这帮网军有那么多账户 那么多分身 不要听到别人说林郑的扑出来 听到别人说我们祖国就躲起来 原来你觉得这样的方式 就叫做能够帮国家挽回面子 洗版式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只不过是中正这些皇友的下怀 为什么不可以叫做理直气壮 有根有句 有节有理 做一些正面的留言 洗版洗版洗版 好好洗吗 再者 那个平台 NOW新闻自己本身的Facebook专业 如果你真的看不过眼的话 或者觉得有一些不堪入目的留言 或者怎么样也好 那你也是一个很尊贵的立法会员 如果是的话 你其实大可以出封信去给这个NOW新闻 那你又够不够胆呢 是不是 那你们这些工联会 动下又说要写信 什么联署又说要给特首 又怎么样 那你给特首又够胆了 为什么你写封信去给NOW新闻又不够胆呢 我都真的不太明白了 为什么要用网军呢 那有什么名人不作暗示 那何需要去到网军呢 或者你是不是都是喜欢那种处理手法呢 洗人板就算了 那也都回来说一说了 那何解呢 为什么你口中的网军呢 偏偏就是在那次葵冲村事件里面 要攻击你呢 那你平时又说那么多 又做那么多 如果真的叫网军要去攻击你的话 应该整天都搞不搞你才是 突然间好像叫消失了那些 或者都不觉得有什么网军来搞你呢 很明显 他对于葵冲村当时的事件 他都不太懂得怎么反省的了 那也都希望有一些不满意他的人也好 或者听到他说NOW新闻 出现一些这样的情况 都不要去别人那里洗版 只会将整件事越搞越和 再者这个社交平台 也都是NOW新闻自己本身的 你这样鼓吹一帮人 或者叫做煽动一帮人 或者甚至乎用激将法 激一帮人去NOW新闻那里洗版 我觉得似乎就不是那么应该了 还有这些做法都是非常不恰当 爱国者来说 是不是应该做一些正面一点的事呢 叫人家洗版都挺不知所谓的 好 我们再听听他讲什么 这样很难令人相信他们不是御林军 那些自称爱国不出样的KOL 不怕被人告诽谤的嘛 说什么都不用负责任的 那就应该要动员一下去NOW那里洗版 不要只去Save Hong Kong 当然也要看他们够不够胆 NOW是李浙佳的 他又创出了一个挺有趣的名字 叫御林军 即使是拥护林郑的网军 你是不是想这样的意思呢 又觉得挺好的 这个名字挺好听 那你说是不是看到人们 骂林郑就会这样撲出来呢 老实说 那看看你骂得有没有道理 或者你说得有没有道理 那相反来看 如果你觉得支持林郑月娥的人 就是叫御林军 或者叫做网军 也好 那如果一些支持你的人 去别人的Facebook 或者去别人的YouTube 不断地留言 在洗版的话 那这些人又是不是你的网军呢 好 我们继续再听他讲什么了 刑科拓展主席李泽佳 就说会捐出十万个快速测试套装 和十万份的食品 不过最跳脱就是李泽佳 已经请了旗下的蓝团MIRROR 去担任抗疫大使 去拍宣传居家抗疫的影片 支援抗疫还可以乘机买货 我听到四方果说这一句 我真的笑了 找MIRROR去做抗疫大使 然后在他们自己的平台上 再宣传 我想问一下有什么问题呢 其实政府来说 都可能找过不同的人 在不同方面做一些宣传 或者不同的大使 例如关于打疫苗 都找了罗兰姐 如果MIRROR在公众来说 有它的影响力的话 宣传这些抗疫的宣传片 有什么问题呢 对于大家有一个正面的帮助的话 有什么问题呢 我真的不太明白 如果你们自己 就会周围把你们的样子打出来 最搞笑的是什么呢 宣传之余再带货 其实你们这班人都是一样的 不如我们看一看照片 大家就明白我究竟想说什么 好 大家看不看这张照片 你自己去派这些防疫抗疫的物资 派口罩 你不是要动你自己的名字 你自己的样子 你的嘴头 以及你所属的工联会 你不是要派这些海报 你自己不是要借着 派这些防疫抗疫物资的时候 顺便宣传你自己 你现在的意思即是想说 李扎佳是想借着 宣传防疫抗疫的讯息之余 顺便sell他们旗下的MIRROR 其实你自己也是一样的 你自己的做法更加恶劣 如果你真心想去帮助市民的话 那何需要派发这些防疫抗疫物资之余 还要动你自己的嘴头的耳拉架在旁边 还要你看一看 大家 他那件风衣都是印上自己的名字 荒死人不知 你是叫做四方果 我是四方果 大家认住我的名字 当然MIRROR大家都认得 耳熟能长的 或者对于他们的造型 样子一出来都知道 会尖叫 会立即举机拍照 你因为不够知名度 所以就在风衣上写明自己叫四方果 大家再看看另一张 大家看到吗 有没有恶劣一些 你自己就是一样做这些 关心社会 关怀社区的东西 当然你派这些物资 都是对于社会有帮助的 但是你自己就是一样 要间接带货 你自己就是那件货 你自己就是那件货 是呀是呀 是我四方果 现在带人来送些物资给你 记住 认住我的名字 我叫四方果 你自己更恶劣 大家看看下一张 你自己就是 因为你的知名度 当然跟MIRROR差很远 你没人认识 所以你走出来的时候 就要穿着衣服 到处走 穿着自己这么大的名字 那件衣服到处走 当然你要拿知名度 或者拿政治能量的话 虽然说一句 要拿到选票的话 唯有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一定要穿着自己的衣服 即有自己的名字 那件衣服 以及自己的招牌 工联会 什么什么什么 好像大监纸 什么流动服务站 还是什么 好心你 你们自己不是在做这些 不单你 其实其他都是这样 我们看看下一张 左边这个 大家化了灰 应得他 哎呀 看见他的样子 都觉得很肉酸 你看看 他又说要派些什么 防疫抗疫物资给市民 派这些都是那句 都是要感谢他们派出来 那市民起码有得用 你们自己派这些 做这些防疫抗疫的行动的时候 不是又是要宣传自己 你看看他们 说什么 义工要去包装的时候 原来要花那么多时间 就是在那里贴回他这个西门纸 他那张贴纸在那里 即是让街坊 让人拿到这件物资的时候 要知道是我西门纸送给你的 你们不是也是这样 即是宣扬防疫抗疫的时候 顺便带货 再说多次 那件货就是你自己 你们自己这个所谓的政治人物 你有什么资格 笑李泽佳 或者他旗下的媒体 所做的事 他们真的没有资格去笑 即是你们做出来的行为 是比起你所在笑的这件事 是更加之恶劣 为何说你们是正棍呢 就是这样的意思 你看一看 大家想一想就知道 如果你说到 说要帮街坊 帮市民 禁十万火急的时候 为什么不快将这箱子 即时拿去派 如果你贴这箱子 我当你贴一支 要花十秒也好 你可能贴一千几百支 的话 已经可能没有了 几个钟 或者一个几两个钟 要人多些 如果你快一些 送到给街坊的话 街坊或者市民 可以做一步 可以拿来用 是不是 即是这样都行 你们是不是 那个行为非常之恶劣 虽然说一句 这些行为 一向来说 政治人物都是这样做的 只不过 你就不要说到自己这么高尚 在这里 说MIRROR 带货 可以推高一下旗下艺人的曝光 不得不赞 尼泽佳有生意头脑 你就是这样 你们就是这样 你们自己不断 要传自己的名字 传自己的样子 你们不是叫生意头脑 你们这些是叫做 都算是叫做政治的头脑 不过都像我刚才所说的 这些都是惯常的手法 所以他又单打某些人 就说什么 不开样 还是怎样 不知道 你不是在说望向 不过又没什么所谓 所以有时候 我们就算 我们去做一些善事的时候 最多都是告诉人 我们是望向编辑部 我们是望向自由 我们都用几个动物头 就算一些市民 可能走经 看到什么 都不知道 就看到有几个动物 或者什么望向 都不知道你什么 又不会说 宣扬我们是一个 网台 或者是一个 什么媒体 也好 都不敢称自己做媒体 发媒就有份 其实纯粹 都是想 放个海报出来 让各位望友 可以开心一下 畢竟 因为我们做的慈善行动 都是和 望向编辑部 的望向之友 有关的 因为他们都是 这些善心善行的一份子 并非像你四方果那样想 希望你不要想歪 不像人人 像你们那样 每做一些行动 都是有这些目的 要宣传你们自己的名字 不得不赞你们 要做到这么出面 还竟然有面子 去笑李泽佳 真的 写个伏字给你 好 我们再听听说 厉害 不过我觉得李先生搞这么多 不如先搞一下他旗下的媒体 如果他的媒体不是那么黄 就不会聚了一帮洗脑的小黄人 就像刚刚和大家分享的新闻帖文 看到的留言都是丑出香港的 如果他的台不是那么黄 养了那么多黄人 相信也不会有那么多黄人 还可以有平台去搞远对抗 我相信 今次有份出席中联办主任 骆惠宁主持召开的 万众一心合力抗疫的行动视频会议集团 他们怎样支援抗疫 中央都心中有数 他不是想单打李泽巨 因为身体不适 所以没有出席 其实他也有说 他的保镖是确诊 所以他自己也不舒服 他自己也害怕 可能他比你更害怕 出不出席也好 他也有断千万这样计 还有也有断千间断千间的酒店房 提供了出来帮助防疫抗疫的支援 香港现在在这么严峻的疫情下 都是有出分力 我觉得多与少也好 又不可以这样计算 好了 再听听说什么 我自己也有个小分享 我知道有很多有心人捐物资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就被我们地区人士转赠有需要的人 有善长见到名外医院的情况 有大批患者在天寒地冻的环境下 还要躺在病床上 就在轮后入院 有些遇寒的物资都想捐赠给他们 托我去安排 但是名外医院就说不收 说真的 我也有善长捐赠物资 我也知道是涉及很多的人力 就好像新世界捐了一些联牢给我 今天是星期日 我也辛苦同时去收货 和去派送给一些有需要的区 我和我的拍档工联会全湾区议员各校园 都即时安排送上楼给有需要的人士 我也知道是会做多了很多工作 但是见到市民 特别是独居长者 天气这么冷 多了工作都是要做的 如果医管局真的搞不定分派物资 大可以出声 因为不是涉及医疗专业 有很多的义工包括我在内 都可以义务帮忙 这个更好笑 即是说医管局为什么不收他的物资 其实对于物资方面 医管局不是说不收 其实不是什么东西都收 医管局在18日的时候 2月18日都已经出过声明 他们的发言人说 就着各界向公立医院捐赠物资的问题 他们都明白 社会对于医院门外等候病人的关注 他们都说会尽力在18日的时候 尽量去处理好 也有再说 现在是有足够的抗疫物资 包括药物 遇寒衣物 给病人使用 也有超过6个月的防护装备 给员工使用 呼吁各界 暂时无需将物资送到公立医院 以免影响医护人员救治病人 即使我不知道你有什么送过去 会不会集合了什么口罩 或者又拿到什么洗手液 也好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 因为不知道 会不会你带了什么鱼寒衣物 或者什么毛毡也好 什么都好 不知道你会这样带了过去 人家如果医管局方面说 这方面我们足够了 记住 现在你带过去的物资 是会给到病人用的 记住那些是病人 不是一般的市民 即使他们都身体不好 如果假如你带的东西又不合用的话 或者又不知道有没有问题的 是否合乎规格的 卫生 或者用的物料 并非是这么简单的 所以不是说你带了过去就会收你的 或者你带了一箱蒸馏水 然后梳打饼 维他奶 什么绿茶也好 还是什么都好 不是的 每个都放些东西过去 然后医管局方面就要带你收掉 另外梁子超 他也有说过类似的话 有时候癫癫地 有时候都正常的 他也说的 都希望那些人不要乱 去送一些物资去医院 他也怕那些人会有这个叫交叉感染 始终现在医院这些地方 都说了的 那个医疗系统方面 尤其是急症室 是叫超负荷的 也都不是说 什么分派物资 又说什么有人手 还是什么的 因为这些不是叫医疗性的工作 你说有人手可以帮忙 去搬物资也好 记住 那里是医院 那里是医院 不是 立刻让你去那里搬搬台台 或者去那里参与到 不同方面的工作 不要搞住人 现在他收你的东西 或者不收你的东西 又在扎烂医管 他还没说完 还更加坏的话 大家听一听 但现在有心有力的人想帮忙 就是因为官僚这两个字 而令到有心有力的人帮忙 有需要的人士就得不到帮忙 真的有时有一种的无力感 而这种无力感 其实走向葵冲村的时候 我已经感受到 走开了 葵冲村那里 其实有些居民都说过 可以 你可以进去的 只不过 日葵楼 影葵楼 这些围封了的 你就不能进去 所以你就不能去那里帮忙倒垃圾 如果现在你还想去那里帮忙倒垃圾 你也可以的 如果你帮不到那两座之外 其实其他的座数你也可以的 也看到他后来 都好像真的有去到葵冲村那里 派一些物资 这里也感谢你 还有刚才我最耿耳的那句 就是官僚 绝对不是官僚的问题 不是这样的 如果你说要捐赠给医管局方面 不是这样做的 我们可以看看 有另一宗新闻 我们也看到的 最近 X财证券捐了一千万 就给医管局 用作全体医抗疫之用 那我们看看 医管局 他们当然有自己的规则 如果你真的这么想 帮到医管局的话 你出小句声 都叫帮忙 另一方面 你也可以捐款 去给医管局 他们到时就会拿你这些钱 去买物资也好 或者做不同相应的措施 或者日后来发展之用 也好 都可以叫做很感谢你 都可以 这些其实可以 你要合情合理 合规矩才可以 不是没有规矩 你说我是立法会议员 四方果 我现在带了一些物资来 带了一些人来 可以帮你手 你喜欢我这些蒸馏水 拿去哪里都可以 或者一些余寒衣物 帮你分化给谁 谁谁都可以 记住 那里是一个有病人的地方 还要现在在疫情蔓延的时候 你还说什么 找些人去帮忙 如果还要安排你的人 又要穿保护衣 又这样那样 又不知头又不知路 还要慢慢搞 有没有烦点 那就麻烦你了 出小句声就当帮忙 你还要骂人家去官僚 你有没有搞错 你是什么人来的 可能你会觉得 为什么新世界的暖牢你就收 为什么我的东西你不收 是不是搞错 看我不顺眼 不是的 其实 就是看你给了些什么来 但你又没有说是给了些什么来 不如你又说一下 你给了些什么去 你集合了些什么物资 如果真的大家例事 集合了一些口罩的话 好老实说 我是医管局 我都不敢收你 我怎么知道你那批口罩里面有没有问题 到时候有些次货在里面混进去 我给了一些病人用 或者医管局核下里面有需要的 甚至乎医护人员用 到时候有些什么事 找回你呀 我怎么知道是谁送过来 我怎么知道是四方果送来 还是八方果送过来 我怎么知道哪盒打哪盒 到时候没得跟着 你别瘋了 就算你送了些水 都不敢给人喝 因为到时候有些什么事 我找谁负责 找回你呀 我不知道 预工送给我的 我怎么知道是谁 不关我事 你会运回这箱水的来源 所以有些东西不是乱来的 不是说你想这样 就这样 我有人手 我有物资 为什么不要 官僚 这些不是叫官僚 这些是要谨慎 还有叫做有规有矩 不是像你这样的 好了 四方果这件事 先说到这里 希望他好好检讨一下 什么网军 又说什么人的 MIRROR 又说什么带货 还是派卖货 宣传自己 最拿手宣传的就是你们这些 是吧 那好了 今集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